都是用我要拚事業這個理由來分手的 連事業跟感情都不能兼顧的男人 這有男的可以嗎 人家度到對你好你幹嘛不接受 可是這世界上沒有免費的東西啊 那你拿到你勢必要做一些犧牲 可是我沒有說過啊 W 先生交往五年的前女友 以他想先拚事業為由跟他提出分手 W 先生一開始沒辦法接受 拼命想挽回他 已經到有點死缠爛打的狀態了 而女方的態度也越來越冷淡 最後W 先生不喜歡五年多的感情 以很糟糕的印象修為 所以還是尊重女生的決定讓他離開了 結果分手完一個月左右 就聽說他跟公司的同事在一起了 W 先生納悶難道這也是拚事業的一環 請問配勝盤們 他女友這樣算無縫接軌嗎 3 2 1 你們兩個是覺得算無縫 你們覺得不算無縫 我怎麼覺得算無縫 因為他一個月已經是在前面已經 一來一去一陣子之後 一個月才公開 所以絕對是無縫 我覺得無縫接軌是馬上耶 因為我們馬上都已經一個月 很多都是那種 可能認識一兩禮拜就在一起啊 一個月還好 搞不好那一個月可能滿的是 花他十倍的經驗的追他啊 那就表示他心裡面有份網花 分手那個契機 可能心已經沒有在他身上 尾段可能有小做壞事這樣子 哇 無縫的定義真的很難定 而且還有一個可能是 他也許前面有 但他還延後了一陣子才公開在一起 他就是想要避免被說無縫 結果他忍不住他只忍到一個月 忍了久一點的話也許 就根本沒辦法說你無縫了 分手後然後一個月才公開 可是他們之前就已經在一起了 他們說分手之前就在一起了 就已經跑上了 這是你的故事嗎 哈哈哈哈 你在說他的故事喔 一個月公開之後他們下面留言就說 哇 終於公開啦 哇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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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直接劇透耶 是直接劇透 真的蠻難過的耶 難怪你會覺得是無縫 切身知道 因為我朋友都是這樣 都是用 我要拼事業這個理由來分手的 連事業跟感情都不能堅固的男人 這個男人可以嗎 對啊 還想拼事業 好啦跑票 但剩下你還沒被說服 你覺得一個月真的跟一個再起的可能性 而且還是五年的傷痛 可是你們五年 你也不是說 前一個禮拜還好好的下一個禮拜就立刻分手 但是我們歹氣脫謊 潛伏期 你們歹氣脫謊已經一陣子了 是沒錯 那他就是在找一個司機想要跟你分手 那有沒有可能歹氣脫謊的時候就已經動搖了 那就是劈腿 這樣算檢討被害者嗎 我覺得你應該想的是 為什麼自己沒有好好讓這段感情進行更久 一方已經沒有心了啊 對啊 我今天不給我用啊 不是他一個人可以救回來 你這樣子被無縫 其實也沒什麼 怎麼可以這樣 你真的蠻好遮掛 那你真的不用在乎一個怪 我覺得還是會在 因為這很像就是 就是你被分手已經被刺刀 又被無縫就是刀再被拔出來那種感覺 下部分會覺得說一個月期就是算無縫 那你們覺得無縫算劈腿嗎 一直Cue到無縫 跟他Cue無縫 技術上來說比較不算 對 竟然是單身以後才去跟其他人交往 其實他只是說我跟他分手 他一旦後面釋出這個給他的前來和前流 這件事分手可能就我對他也是一定承認 所以他在去幹嘛 程序上都是 程序上是 照流程序 都說在一起是兩個不是 那分手是一個不是 所以其實不算耶 很難說他算 但是感情上應該是跟當下被劈腿是同一種感覺 道德上會覺得自己被劈腿 會不會想要去問其他 會想問嗎 我一定會想問啊 那他怎麼說 他說不是 一次的話我可能會把你甩 甩了啊 忽然勒 還不知道等時間 我覺得這藉口不成立啊 你當下接受這個藉口 你接受 反正他就是一個讓你死心的理由 就其實你問到達尼也不能怎麼樣 對 那也是他一個還好的方式 因為他還不想要 你可以更徹底的恨他 對他的做法感覺很好 他可能的意思是說 就是他還跟你在一起之後他沒有喜歡他 分手之後我才很喜歡他 他真的喜歡上他 但是絕對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 因為誰知道內心的想法真的是怎麼樣 當時你自己心裡應該多少會有點愧疚感吧 就那時候也不敢真的很喜歡對方 或是真的很開心的去談那份感情 他可能就想說 我跟他只是很好的朋友 他可能有在壓抑自己的感情 就是不敢太快 投入下一段新的 可能要等手邊的事情處理好這樣子 那我們這題的結論呢就是 一個月我們都覺得算是無縫接軌 程序上來說不算劈腿 總經理 來自台中V小姐的煩惱 他常常在交友軟體上認識男生 有些還會出去見面吃個飯 但他只是當作交朋友 想先保持朋友關係 再慢慢觀察適不適合發展下一步 但認識的男生通常都是想追求他的 所以不免會接送或送禮等示好的行為 有時候其實也很難拒絕 或是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對方也說 就是當作是朋友互相幫忙就好了 但他身邊的人卻開始說 他這個行為是養工巨人 讓他覺得很委屈 請問陪審團V小姐這樣算是養工巨人嗎 321 你們兩個都覺得算 你們兩個都覺得不算養工巨人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人 那你就不要接送一些禮物 或是接送他 就是他愛吃又嫌那個東西太甜 或感受的感覺 就是 什麼意思 今天說有個男生要來接送你 然後你就沒有很喜歡他 但你又接受說 喔好啦 反正現在下雨麻煩 要報告你先麻煩 然後你接送你選擇 你要跨出家 然後踏上他車的時候 就是有點想要利用這個好處 但他自己也說朋友互相幫忙 我覺得朋友互相幫忙 但是有一點就是在合理化自己限 在目前行為 其實他心裡覺得 頭根源是不好的 是對方這樣子跟他說 男生想要靠近你的說詞 那男生是不是也是感怨的 我也沒有說跟你不可能 他也是慢慢的在自己聊天 對 工巨人版就是一個越來一個越來 我覺得在養工巨人 應該是他的目的性是怎樣 所以就是說 我今天雖然沒有要答應他 但是他對我好 所以我不會跟他講死說 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那他如果是在找一個 他真的可以在一起 可是他怎麼可能一開始就 假如說我在公司認識你 你看我們也像朋友一樣 假如就是比如說你想說 然後下班順便載我去哪 我不是把你當你公主的心態啊 我只是覺得 可是因為你建立 你就是不可能跟他怎麼樣啊 那個男生一定是覺得 他想要跟你有什麼 他才對他當你這些 可是我想很單純 有人對我好好的會接受 合理 合理 就是他就是在養工巨人 是養沒錯 但沒有對手 我覺得有個朋友就是他以前 就是非常多人喜歡他 但他都沒有任何喜歡的人 在啊幹嘛的什麼 他都會接受 然後就說你是在養工巨人 他說沒有啊 他對我好好的就不接受了 他以前就是覺得 為什麼我身邊的朋友 大家都對我很好 可是那個不是身邊的朋友 那個是他教導人要認識的人 那可能就說 我認識他教導人 你是幫我做養工巨人 等一下 幫你耶 這事實上沒有女生這麼單純 單純他就覺得 喔這些都是可以啊 就大家其實心裡 多少都心知肚明這樣子 只是不想去承認這個行為 搞不好他就是覺得說 就是他們只是朋友 然後他也沒有主動去跟人家說 欸你可不可以幫我買那個點 但是他就是一個不太會拒絕的人 對 我覺得有沒有主動開口去要 就是例如說 欸金文可以去幫我搭路一次 然後金文去幫我搭路一次 那我就在把他當我的工具 啊如果我沒講金文主動問我說 欸到哪兒我去上廁所 我順便把你丟掉垃圾 他說喔好啊 那這種就只是朋友 所以你平常都把他當工具人 是啊 他都把我當工具人 每次都叫他到垃圾 欸幫我倒一下 欸幫我丟一下 我覺得我沒有主動講 好你們覺得有被說服嗎 沒有 沒有 就是有點利用男生對他的習慣 而去達到這些好處 反正他們是覺得 算工具人 但是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對我覺得沒有不好 沒有絕對的好或不好 沒有絕對的好或不好 可以說我就爛啦 我就養工具人 我就是有那個魅力可以養工具人這樣子 有些人可能會這樣覺得 貴人這時候好像什麼貴人 什麼工具人變貴人 把包裝起來 我覺得要看數量 他有真的認真想養 其實他可能是會有很多個人 你就想他今天如果需要別人接送什麼的 如果一定會有人沒空 他是不是就要 你要排班 對或者是在不同地區 先是跑到哪裡 然後那邊住誰 然後那邊就可以帶你回家 假如回到高中時代 就一直送蛋餅給你 每天幫你送早餐或幹嘛 那你會拒絕 你會覺得說 喔我家是不是在養工具人 你可能會跟他說這個 我吃不了他都多分 他沒有收過欸 他就已經買來給我了 我要怎麼辦 他就直接放 沒有啊 可是他就直接拿來給我放在那邊 他就說 下次不要再買 我有講 但他還是在買 你真的不講話就不要吃啊 你真的不講話就不要吃啊 高中還在發育欸 你不要給我吃啊 壽產的名言 最恐怖的浪費 這樣就算兩工具了 因為那我高中就還給你 我高中兩工具了 因為我剛好朋友 就如果有互相這樣子 但是我都是他一直一方面送 然後我家境不好 沒辦法回座 人家肚子上對你好 你幹嘛不接受 可是這世界上沒有免費的東西啊 那你拿到 你勢必要做一些犧牲 可是我有說說 我要對給他 這件真的比較像粉絲吧 如果有跟他講清楚 我不會喜歡你 那你要對我好是你的事之類的 我覺得照你們的定義來講的話 這樣很像說 只要有人對你們好 可是你不拒絕他們 那他們就是工具人 壽小姐他也就是只把他們當朋友 那他也是人家就對他好 那他只是朋友的話 要幹嘛不接受人家對他的好 所以他現在也還沒有一個 喜歡的人可以對他好 因為他現在單身了 對啊 他可能是想追他 但是在壽小姐看來 他可能就只是一個好朋友在對他 他已經知道對方就是喜歡他 才這樣那麼好 可是如果女生收到禮物 都沒有人會表述 對方還是不送 我可能會 你送來不夠好 你送來不夠好 我夠好 那你就是單身在那邊追嗎 那我覺得還有一點是 他收了以後 然後他吃到甜頭 他會覺得說 我要保持他對我的好吃 他就會故意跟他 有一些回饋 那我覺得這種就算在一樣工具 那我們有一個新的定義 我們不要當工具人不好聽 我們當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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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能遇到四五個貴人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裡 暫時有我們的 遇到貴人的貨物 今天的波波陪神團就到這邊結束囉 有任何想法 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